Big Band隊長GD日前捲入染毒案 他先是發出聲明強調自己絕對沒有吸毒 6日也在律師的陪同下現身警局準備接受調查 下車時他還先是拉拉筋 神情看起來相當從容 面對記者的提問他也一一回答 警察的確認出色的原因是甚麼 警察的確認出色的原因是甚麼 啊... 我沒有人知道 我沒有人知道 要對我 警察的確認出色? 我沒有人知道 警察的確認出色的原因是甚麼 其實沒有 而我不是說 我實際上沒有一個遇到一個遇見的原因 昨天晚上我看了一天 我希望你在前面 好的 我警察是否正在法源 明显 我看了 担保银 cụ coc 我几% ? 凡%%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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&%%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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$%&%%$%$% 把手抓住就行了嗎 對 最後一句話給我 你不要太 걱정了 就把手抓回來 GD今天現身調查 現場也擠進許多粉絲和YouTuber 為了怕發生踩踏事件 警局也出動150名警力維持秩序 而GD一派輕鬆的態度也讓網友表示 還以為在看他走紅毯呢 天王的氣場感覺還是沒變